另外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說政府應該一併處理目前兩間電視台的續牌和其他新牌照的申請以能者居知的準則去篩選 電視廣播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管理層之後見記者 執行董事及集團總經理李保安說 下半年無線會與政府商討續牌政府應該一併處理續牌和新牌的申請 我一直都是要求政府去釐清它用什麼基準去決定香港到底應該有多少個免費電視的牌照 為什麼政府不能做一些事長線一點將所有東西一併處理 就是說在2015年左右到底香港適合多少個電視台呢 將新和舊一併來篩選 四個字能者居知 他說政府必須評估股市場的承受能力 又說過去16年來本港電視廣告收益借得極少增長 那麼餅一定都會攤補一點的 因為我不相信 就是說多了經營者那個餅會大了 我也說 譬如你住在你那個屋苑下面 你開了幾間餐廳 你不會多吃幾餐的 你只是會選擇來吃的 這樣 這個影響一定會有 李保內重申不是盲目反對法牌 而希望透過法院來清一個合理的法牌制度 所以早前就住高等法院拒絕受理司法覆核的案件提出上訴 火車電視機就在尖前面